好 日本各大学每到了10月11月的时候呢 就会来举办一个年度盛事 也就是要选拔出各校的大学小姐 而今年关西地区四所大学是首度联合举办选拔 不过呢 很遗憾的私立龙头经营大学 受到了丑闻的影响 今年是停办了 今年选出的是气质出众的理科美女 27名嘉丽 镜头前展现青春活力 大学小姐年终选拔 吸引许多校园正妹 挤破头报名参加 关西四所大学 今年首度举办联合选美 夺得后冠的就是文学院大三的西喜多彩 更令各界眼睛为之一亮的是她 今年20岁的玲玲 2010年的史上小姐展现青春大学理工美女的优质实力 原来今年受到社团成员裸奔事件的影响 正牌的庆英小姐选拔遭停办 理工学院选美代打 结果令人惊艳 大学小姐选拔开放网络投票 没想到打开了知名度 意外成为电视台挖角的对象 像是富士电视台的女主播中野美奈子 还有周日电视台的逐内游会 学生时代都是大学小姐的选美冠军 东新闻校尾林邱朝瑞报导 α 谢谢大家